南投縣今年4月底的人口數已破50萬人以下 人口流失嚴重 引起多位議員關切 縣議員林永宏認為 南投縣應該要嚴肅看待這個問題 現代年輕人不願生小孩 縣議員羅美玲也建議政府 應該要訂定鼓勵辦法 這些年輕人不想生小孩 我們如何獎勵他生小孩 一萬塊沒有吸引力 那你要怎麼處理 那生一胎不想再生第二胎 那你第二胎獎勵沒有吸引力 你是不是要該怎麼處理 而不是弄到第四胎第五胎 沒有用嘛 我們是要大部分的人 年輕人來生育 你針對小部分的 到底幾%能占幾% 能夠提高你的生育力嗎 廖志成議員也認為 少子化問題十分嚴重 除了鼓勵生育政策外 脫嬰 脫育政策也很重要 我希望說這個政策就是 包括我們的脫嬰跟脫育的政策 要怎麼誘因給人 其實鼓勵生育 後面刷其實也很重要 在脫嬰跟脫育的補助方面 政策的實施 我想鼓勵生小孩 那是想象 但是後面更重要的是說 你的脫嬰 脫育的政策的補助方法 你的誘因在哪裡 張維華議員表示 生育補助是中央的政策 應該全台灣的補助都一樣 建議要徹底從中央來解決 這是國安問題耶 這是中央的問題耶 補助下來本來就中央補助下來 到地方是一致性的 為什麼我是二等縣市 我需要拿更少 我們要想辦法從中央 把這個所有的部分都一樣 不能說我今天我想要更多補助 我調到台北市 我調到新北市 我到台中市 就為了那生育補助幾萬塊錢 三十幾萬三萬差很多耶 這個問題要徹底從中央來解決 那彥雪議員表示 要正本清源 針對問題來解決 正本清源 針對問題來解決 而不是舍本竹墨 編了一大堆的福利政策 也沒有用 不只是生育養育脫育 未來後續要這麼多的問題 再來很重要的因素 交通不變 出去外面打拚的 回來沒有車可以坐嘛 我們的福利少嘛 我們的教育資源少嘛 我們的薪水低 工時長 物價高 就業機會少嘛 南投縣的人口流失嚴重 引起多位縣議員重視 期盼相關單位 訂定有效的鼓勵辦法 提高生育 記者陳建豪 王水仙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